欢迎来到《实浅纯艺术》,我是Lawrence 这个频道是讲由某一个艺术生态的角落去看,去讲,去理解这个他见到的艺术世界 今次讲的主题是在生水蜜世界的一个经历 明明这个频道叫《实浅纯艺术》又是第一集 为什么不是讲纯艺术,又会讲生水蜜? 是因为刚刚读完一个生水蜜课程 同时也将这个在生水蜜世界的经历写出来 而这篇文的结论最后是会连接到纯艺术 所以才会用生水蜜作为第一集的开始 而这个生水蜜的经历我会叫做生水蜜游 生水蜜游是一篇关于寻找自我艺术的经过 和如何去理解生水蜜世界 最后在这个过程和自己的创作之间有什么关系? 而这段影片就是《声音导航》这篇文 整篇文的连结我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生水蜜游》这篇文一共有八个章节 包括了第一章《前言论点》 第二章《背景与启发》 第三章《一年后回顾,阅读生水蜜》 第四章《一年半后回顾,中式艺术观》 第五章《两年后回顾,生水蜜为何物》 五章一节《生水蜜泛指的定义》 五章二节《观生水蜜发展》 五章三节《理解生水蜜为何物》 第六章《两年三个月后回顾,一个生水蜜的创作过程》 第七章《两年半后回顾,生水蜜创作与自身创作可有连结》 第八章《总结生水蜜游》 之后的影片将会分段讲上面8个章节的内容 那现在开始第一章《前言论点》 本文是由尋找自我艺术观开始 对心里面的中式艺术观产生疑问 因而报读了一个生水蜜课程 容易是透过实践来领会和解答这个疑问 最后衍生了三个主要内容部分的阶段性结论 第一,自我艺术观的内容是透过经历和经历而获得的知识 没有其他外在区域的艺术观之分 也没有外在画界的问题存在 只有如何为自我艺术观立法的条件 第二,对于生水蜜一词的出现 是为了当时在传统水蜜之下尋求突破而出现的分支 而现在的生水蜜已经超越了当时生水蜜所追求的意义 并独立于传统水蜜 如果现在对生水蜜一词没有新的说明 那生水蜜一词就可以作出最后说明 就是生水蜜作为一个艺术运动 以及它留下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注脚 第三,在自身的创作里面 新吸收的知识是不能完全独立于自身的创作经验而进行 同时间,生水蜜将会作为一个创作的媒体 存在在自身创作的工作列子上 只要遇到合适的内容 就会成为工具可能性的选项之一 第二章,背景与启发 在讲生水蜜游的体验之前 先要简述一下自己的艺术背景 在这个生水蜜课程体验之前 是没有任何水蜜画的背景 曾经接受过三年的西方艺术训练课程 亦都在同一个艺术主题上 创作了大约十几年 用不同的和适合的媒体作为表达概念的工具 亦曾经参与过其他的艺术工作 包括拆展和艺术 另外,近年也读完了一个哲学课程 以上就是笔者在体验生水蜜之前 在经历上和接收到知识上的简历 在哲学课程中 初步接触到东西两方面对于艺术或美的不同理论或说明 例如康德的判断力批判 凯德格的艺术创作的本源 庄子的内策篇 维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等等 维根斯坦的哲学研究 虽然不是对艺术或美作出回应 但是哲学研究里面提出的概念 就为笔者另外一篇文《艺术家的定义》里面提供了重要的灵感 这样在自身的艺术背景 加上这些知识的整合 对自己的艺术观获得了初步的基础 但是由于接触面是东西两方面的 在初步满足了西方的那一个面向的时候 对中式艺术观的接触面就觉得很频繁 在中式的艺术观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领略 引用庄子在大宗司里面所提到的一句话 最为贴切自己所想的情况 笔者当时相信这种中式的艺术观 是需要透过体验才能够有所领略 而传统的水墨画有上千年的历史 本来就是最好的工具 但是后来知道新水墨是突破水墨画的一个过程 在自身背景推动之下 相信透过新水墨这个工具作为设入点 可能是较为合适 去寻找中式艺术观的方法 最后就报读了这个新水墨课程 第三章一年后回顾 阅读新水墨 第一个时间点是第一年过后的回顾 简而言之 第一年的课程是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入门 在理论课上简述了新水墨的历史发展 和西方艺术历史对新水墨发展的影响 当中接触到三种对新水墨不同的定义 或者说明 包括物料上、历史上和类别上 三种都对新水墨作出一种的定义 或者一种的说明 当然 同时也明白 以上三种定义 都只是其中三种可能性上的说明 而不仅倾向类别上的说明 作为自我了解新水墨的前车 即是指 水墨是当代艺术中的一个类别 而这一年 对理论课上阶段性的结论就是 新水墨担任了水墨画过渡到当代艺术中一个重要的位置和过程 而实践课方面 以技法的种类介绍和示范为主 配以练习不同的技法和欣赏为本 以过程来寻找自身对于新水墨的创作路向 而技法是指所运用的物料和物料之间所产生的效果 并且在其中发掘和试验 以及实践这个发掘和试验所得的结果 以理论课的知识为人例 他提供了新水墨可能性上的说明是有多广阔 起点是在广阔的平原上寻找 可以留在平原 也可以超越平原地进行 到自觉合适的位置才向下发掘 但是实践方面的创作 以集中技法为前撤 在起点上寄不到平原 只见到身处于发掘的地方 除了向下之外 没有其他出路 简单说 就是集中在个别技法的可能性上进行 反而成为了限制 不能够被创造性在多方面进入 在非水墨的创作背景之下 并且已经有一个创作多年的主题 同时创作的表达手法 是以概念先行 配上合适的媒体 希望尝试将新水墨元素 带到自身的创作里面 但是这样的前撤之下 很难将新水墨加到自身的创作里面 只能够当是一种新学习的媒体 所以在实践的部分 现阶段所认识的新水墨 只是一种需要实践而获得的经验知识 可以用的形容词来说 新水墨是一种类似水彩运用的知识 分别是在于物料上使用的特性 在策展课里面 除了技法之外 如果可以加入更多其他人 创作经验上的内容 以丰富实践上的知识 应该会更好 如果阶段性去总结 这一刻所了解的新水墨现况 会理解为 新水墨是水墨过渡至当代艺术的重要过程 或者上文的实情 就像引用庄子大宗师那样说 辅导有情有信 无形无为 可存而不可受 可得而不可见 这一年里面 未能体验到中式的艺术观是什么 或者未是领略的时机 或者是已经得到只是自己不知道 虽然这样就完成了第一年 但是去到第一年的最后一日最后一堂 突然好像得到一些啟发 或者这种中式艺术观 可能是由複合式的元素所结合 之前就说了新水墨游的第一章至第三章 现在就继续新水墨游的第四章 第四章 一年半后回顾 中式艺术观 在元初的记录时间表里 计划了只在第一年、第二年 和科程完结这三个时期 来进行有关回顾和思考的书写 记录低那一刻的思想是处于什么的状态 将那一个在找中式艺术观的过程 和所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 以便最后的时候进行自我分析 和为思想上的前后进行对比 当然人生无常 变数往往一直存在在生命里 虽然已经计划了在第二年之后 才开始继续写下一个阶段 但是在思考到个别关键事件里面出现了突变 我将这个突变称之为顿悟 按需要将内容记录下来 所以必须将原先计划的时间表推前 足足推前了半年就开始 希望用最接近的时间线 来记录那一刻的思考形态 同时书写的模式 不会再按第一年的方法这样直接描述 就是不再用讲故事的方式 来讲解这半年所发生的事项 在交代关键事件之后 就会描述这半年的事件 以及观察到的现象 首先需要交代的 就是一开始那时讲的关键事件 当初进入新水密课程的主因 是为了寻找一种属于自我的中式艺术观 以抗衡心里面这种西方艺术观为基础 但是又活在东方世界的矛盾 在这半年期间出现了一种自成 是一种杀那出现的观念 而这种观念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给录者 在寻找一种中式艺术观的过程里面 找到中式和西方艺术观之间 自我矛盾的主因或者核心 就是我这个本体如何去演绎 即是康德式的主体为自然立法 而这个解释意念的生成 并不是因为单一原因 而是多种的因缘结合而成 在寻找那之间显现到怒里面 同时认为有需要写下来的迫切性 所以就落笔写了这一段一年半后回顾 在中式和西方艺术观之间的内在自我矛盾 对于当时所提出这个问题的动机 现在的我会归根究底说 是自我画界上面不清晰 以至困在自己不经不觉的设置的思想陷阱里面 或者简单点这样说 是自我走入了牛角尖里面 再深入一些这样回顾 会先自我批评 对问题上的分析是在错误的开始之上 以至这个所谓的主因其实只是命题上的错误 同时批评于自我西方艺术观的对立面之上 就必定有中式艺术观的存在 将整件事建立在这种倒果为因的矛盾之上 因此在初期的思考里面 未能够察觉到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思考陷阱 由此可见 这个错误是对命题上的动机分析不足所致 同时加上我执的缘故 在自我西方艺术观的初步确立之后 就坚信对立面上 就一定会有自我的中式艺术观存在 在这个错误的起点上去找 就好像面向影子去找光源 永远都看不到光是从哪里来 而这个错误的起源 就是坚信阶段性地找到自我的西方艺术观之后 就必然存在一种中式艺术观 错误地做了一个前撤 同时假定这个前撤是成立的 因而进入了尋找自我的中式艺术观 回到本段开始的时间 自己相信已经阶段性地找到一种西方艺术观 但这个所谓的西方艺术观 其实是由我这个本体经过思考和经验而成 在自我的判断和组合成为了我所指的西方艺术观 其实就是画界的问题 自行再加一些限制 以为画界就能够帮到自己思考艺术观的定义 但这样是错的 错误地将画界看成必然和最优先的工作 自己就这样跌入了无意识下设置的陷阱里面 虽然是一种错误 但这个错误不单止是厘清了思考里面出现的错误概念 同时更重要的是 在这个思考过程出现了思考上面的提升 就好像正反合那样 先是自身西方艺术观的确立 继而活在东方的我相信在西方艺术观的确立下 必然有一种好像对立的中式艺术观存在 在从中展开了寻找并且在思考之下 同时否定了由自我所定下的西方艺术观和中式艺术观 在正反双方的结合后得出了一个非正方或非反方的结合 而这个思考过程就进行了一次思考上的提升或者是弱进 当了解和分析到上述的事项之后 就开始进行反思 首先在我这个主体下的艺术观只有一个 在这个艺术观和可以拥有的经验之下 生成了多元化的艺术观 即是指主体的艺术观只有一个 这个艺术观不存在画界的问题 只有整体的艺术观 所以是没有西方艺术观和中式艺术观之分 如果需要去分辨 就只能由艺术观的内在来进行画界 因此当重新设置自我艺术观的时候 先要了解到在自我经验下的艺术知识 会成为我这个本体的艺术观和基础 而不这因为西方艺术学习在先 所以西方艺术自然成为基础核心之一 但这样只是整体艺术观的基础 而这个基础能够透过学习和经验的累积去成长 讲得更加清楚 任何艺术的内容都是先进入艺术观这个框架 在经验和艺术知识的累积下 就成为了艺术观的基础 而画界就是艺术观内在的活动 所有内在艺术观的内容都是由经验之下的艺术内容所组成 在这个整体艺术观之下才会有画界的艺术内容存在 对于这种觉醒 所以我认为自发到这种觉醒 自然而然刺激 在肯定没有什么特别外在元素刺激 这种觉醒 是由内而外 是自发地出现的 自然而然地出现的 是顺着一个默套而生成的 无任何有因 只能够紧紧用佛家恩怨的用词 来为这种觉醒作出解释 之后要讲的是简述这半年课程上的内容 而这个章节细项就不会多讲 在这半年的课程内容 大致是以目的性和追求性这两个大方向为主 与第一年的理论课和实践课比较 有着一个明显的转向 是两种不同的取态 或者可以说是慢慢地过渡 这种内容上的转变 即时将梁秀明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面 有关人类文化三路向的说明作出连接 就好像梁秀明的这个讲法 变成了亲身经历的现在进行式 梁秀明的人类文化三路向 是分析当时三种人类文化的人生态度 包括了西洋 中国 和印度 同时三路向是有次序性地进行的 分别是西洋是不断向前的意欲 中国是寻找目的性的意欲 印度是倒转过来要消灭意欲 而梁秀明在招华三种人生态度里面 修订了三路向是深浅之分 而不是次序性 虽然梁秀明在人类文化三路向里面 用深浅的讲法是有另外一个解法 但是不者的直觉偏向用前者作为入路 所以深浅之说就不再在这里讨论 对于这个情况 联想到人类文化三路向 是因为经过这半年的课程之后 感觉就好像文中所说的三路向 第一路向 转到第二路向的进行式 由技术上的追求 转向 开始对目的性的反思 或者是不者对于 深水墨的存在意义的一种启发 这一节的内容是做总结的时候 补充回深水墨有没有走到第三路向 如果以深水墨而言 深水墨只是发展到第二路向 而且是没有完成到就已经停下来 是没有走到第三路向的 但是深水墨的发展并没有停下来 是因为深水墨最初的出现 是为了在传统水墨之下寻求突破 而至今的发展 也变成了现在的深水墨 已经超越了当时深水墨的发展 所以它的发展已经理解为 不再是以深水墨之名而存在 而是正式走入了当代艺术 不再受某一些定义的限制 如果用三路向来讲深水墨 其实不是完全正确 因为深水墨的存在正确就是第二路向本身 而传统水墨就好像第一路向的技术追求 当转入深水墨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路向这样对目的性的追求 最后用深水墨在当代艺术之下的情况 第三路向所指的 会理解为消除对深水墨定义的意用 而成为当代艺术下的水墨 最后这一节是原本第四章的结尾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应这半年的阶段性总结 就是顿悟和零悟 虽然报读这个课程的第一核心问题 已经得到初步的回应 但是这个只是开始 因为问题没有停下来 例如这个想法 未进行反思和思考自我艺术观的画界问题等等 但这部分会先以阶段性这样暂时完结了 而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反思另外一个问题 或者就是在深水墨的位置作出思考 既然是在深水墨这个空间活着 就以这个空间的内容作为下一个工作内容 之前就讲了深水墨游的第一章至第四章 连结放在下面 有兴趣的可以听回 那现在就继续深水墨游的第五章 第五章 两年后回顾 深水墨为何物 由进入深水墨时间的第一日开始 已经过了两年 而这个两年后的回顾 就好像半年前那样想 将会以深水墨为何物 作为这一节的主要思考对象 因为在这段时间 某程度上是活在某一个深水墨的空间 既然存在在这个空间 就应该为存在在深水墨这个空间的题目上作出思考 在整理这两年内所累积的认知和知识 到底现在的深水墨到底是什么 在这些知识的总结下 又会得出什么结论 这一节的落笔时间 大致上是在所有的理论课和实践课堂都已经完成 随后的课堂都是以创作为核心的课堂 所以下面是以这两年对深水墨的接触 以及理论和实习课堂的知识为基础 有关深水墨为何物 下面一共分了三个部分 第一节 深水墨泛指的定义 第二节 观深水墨发展 第三节 理解深水墨为何物 第五章 一节 深水墨泛指的定义 对于深水墨的定义 至今有很多方面的说法 但是仍然未有一个绝对合意上的定义出现 来为深水墨作出定义上的说明 所以只能够归纳出广义上的定义 而这个定义 不者会以贩子的三个大方向作为入路 分别是历史性 物料性 类别性 第一种是历史性 所致的是带有传统水墨画墨落 是技艺承传的一种 可以是诗成 派别 是有地区历史背景元素 第二种是物料性 某程度上是接近历史性 但比历史性的指向更为清晰 只要包含了水性 物性 子性等等元素 就能够符合物料性在深水墨里面的定义 第三种是类别性 范子作品内容大有中国文化 或者是中国文化观念 或者是中国思想等等 而这个类别 对物料性的定义是有超越性的 即是没有物料性所说的 这三种属性都可以叫新水蜜 虽然以上的说明已经作出一个整合 但以上三点都是有限制性的 因为不是包含所有的可能性 只能够将以上三点以外的分类 都放在其他类别之上 而在这个课题上 不借偏向结合物料性和类别性 作为自我定义的标准 而类别性的重要性是比物料性为高 以此作为讲义下新水蜜泛子的定义 即是指内容带有这些元素 都可以叫做新水蜜 而最后是不是叫做新水蜜 仍然取决于很多外在的因素 包括时间、人物、地点 以至观者的经验等等 所以上述广义地去讲新水蜜 只是一个视点下的观点 或者只是一个协助理解新水蜜 在时间过度上的名词 第五章二节 观生水蜜发展 在讲观生水蜜发展之前 首先要简单理解一下 不借对新水蜜的定义 不借视新水蜜为一个艺术运动 在传统水蜜之下一个寻求突破的过程 水蜜画在这千多年来都以借黑的录法为宝典 作为水蜜的基础并且用到现在 另外近这百多年来主流都是推崇清四蜗 亦只限四蜗为主流 可以说这百多年间 水蜜接近完全没有向前过 这个情况可以借用李小山重发轻理的讲法 水蜜画的发展 一直将重点放在技术的发展 以致水蜜画的理论 都局限在技术上的发展 而没有发展到纯粹水蜜画的理论 要知道 技术和理论之间是有先后的关系 先后的不同 就会出现根本性的影响和差异 而两者之间 最大的分别是 理论是以思考为主 理论可以创造多种技术的可能性 而技术以实践为主 即是指第一理论支持了那种技术之后 就会限制了新理论的出现 就好像现在的新水蜜 仍然推崇技法为主的情况一样 直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受到西方艺术的冲击之下 才出现新水蜜兴起的诱因 水蜜画家都在寻求传统水蜜下的突破 发展至今 新水蜜已经走过传统水蜜画的分水岭 亦有别于传统水蜜画 对于当时渴求突破的欲望 可以透过两句说话来理解 分别是刘国松在1976年的文章里提出 《格中风的命》 《格不的命》 和吴冠宗在1997年的文章提出 《不密等于零》 两位所提出的观点 正正就是面对传统水蜜画下 需要如何作出最大的突破 这两年的课程 对《格中风的命》 和《不密等于零》这两句说法 在不同阶段的习作里面 写下了不借当时的想法和分析 习作一 何谓刘国松所指的《格中风的命》 他所指的并不是实在的形式 而是一个象征意义 中风 即是不沾 可以说是传统中国话的唯一 不是中风就已经不是好画 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在每一个 从事水蜜画的画家里面 刘国松以这句充满挑战性的说话 引起每一个画家对这种传统的反思 当然这种反思是会带来冲击的 不论是正反双方 都会坚持自己的立律 习作二 吴冠宗发表的《不密等于零》 更加是和当代艺术接规 当代艺术最重要的是它的创造性和可能性 而《不密等于零》 首先是将固有的当代艺术的核心抽离 即将《不》和《不》抽离 并否定这是唯一的重要元素 这件事就等同于承认 当代水蜜画是有无限的创造性和可能性 它们由传统水蜜画的根本 来反思它们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新水蜜就是要突破传统水蜜的枷锁 所以到了现在的新水蜜的创造方向 由内容、物料、媒体、类别 以至概念上的创造模式 都与传统水蜜画有所不同 反思间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在某一种前提下寻求突破 而某一种前提就是本章节 第五章一节 新水蜜范子的定义 里面所说的突破定义的界线 就是新水蜜不是传统水蜜 对于上述的内容 可以再一次引用梁秀明的人类文化三路向 来作为理解工具 在第一路向就是对技术上的要求 部分传统水蜜画 在对技术的追求到了极限的时间 就自然转向寻找更多技术以外的事情 对所有传统水蜜的元素都一一进行反思 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异用 就是第二路向 新水蜜就是处于这个转变的关节当中 而这一点符合了前面一年半后回顾的章节里面 提到课程内容中的转向 由第一年的理论课和实践课 转向第一年半后以目的性和追求性为主的方向 这一节是在写总结的时候补充的 至于在这个课程最后 可以以进行第二路向作为完结 同时对目的性和追求性仍然未走到极致 所以未有走到对第二路向在内容上的反思部分 主要是以进行目的性和追求性作为完结整个过程的核心 第五章三节 理解新水蜜为何蜜 先总结再详 新水蜜为何蜜 新水蜜就是传统水蜜过渡至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 这个总结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体系的发展过程 而这个想法是在接触新水蜜的期间形成的 以下两段的字6是来自笔者不同课堂习作里面所写的 可以看到总结新水蜜为何蜜的这个想法是如何形成的 两段文字分别是说 新水蜜作品和使用媒体之间可有冲突的问题 以及新水蜜发展和它面对的问题 习作1 而更重要的是当代水蜜画只不过一个名字 是不是水蜜媒介并不重要 当代艺术包括了中国画 中国画包括了当代水蜜画 而当代艺术是没有任何创作限制的时候 那就是说当代水蜜画都不应该有任何创作的限制 那当然包括了是不是水蜜媒介 习作2 如果将这个西方艺术发展的过程 视之为艺术体系的其中一种进化过程 那现在水蜜画的困境就好像西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 将会对水蜜画本质的挑战会不断出现 而新水蜜的出现就正好说明水蜜画的进化过程在进行中 而新水蜜最后要面对的就是受到当代艺术的多元性所冲击 上面2段文字就正好印证了第5章1节 新水蜜的定义和第5章2节 观新水蜜发展里面所说 新水蜜对虚除限制和超越限制的渴求和欲望 虽然第5章1节 新水蜜的定义的段落里面 不者指对新水蜜的定义说法都是偏向以结合物料性和类别性作为新水蜜的讲义定义 和引文习作一的内容没有创作限制有所冲突 亦可能被怀疑这节里面所解释的内容有前后矛盾 在说明一种定义的时候同时否定该定义的重要性 是因为在这个发展过程里面是有先后和轻重之分的 所以本节的总结和之前的说明两者之间都是没有矛盾的 最后一节是继续讲课堂的内容和上文没有直接关系 只是延续每一个章节都讲到课堂的内容 即是第一年半至第二年的课堂后记 又是简而言之 如果要为课堂的第一年和第二年作出比较 简单提出两个自发的问题 就可以得出这两年的分别 在课堂完成的第一年之后 在创作上提出的问题 会是如何去画 而在课堂完成的第二年之后 在创作上的提问会是为什么而画 再者第二年的课堂 除了追求画面以外 也增强了追求画面以外的创作内容 有概念 动机 如何去看世界 以至反思等等 但以上种种的内容 都是达成目的手段 也就是目的性 第六章 两年三个月后回顾 一个新水物的创作过程 之后 本文继续讲的内容 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 在新水物之下的创作过程 到底是如何经过 首先 在交代新水物创作的过程之前 先要说明这个创作过程的前撤 就是除了过去的创作经验 和本身的知识外 没有引进到自身创作内容的任何元素 在新水物创作过程里面 都是用课堂里面所获得的知识作为基础 并且发展了一套有别于自身创作系列的内容 即是日夜系列 两年多过去之后 因为多个原因 课程还未完 但就已经进入了毕业作品的创作期 对毕者而言 创作的初期 只能够理解这种是新的媒体 而这种媒体是带有物料上的限制性 创作过程的开始 仍然是以思考为先 技术为后 以下的创作过程 只会交代在这段时间里面的关键杂作 即是只会记录能够发展到下来的那一部分 而没有延续到或者是实业性的集作 或者是没有啟发的内容都不会在下面交代 这个过程一共记录了16件集作 课堂是在2018年的6月开始 第一件集作 母题 2018年8月完成 用孙子摘成一个编长8厘米的立体色仔 将课堂上学到的6种技术分别浴在每一个面上 以是一种对新水物的联系 用色仔作为主体 是因为自身对新水物的创作不稳定性 而作出的思考 因为色仔同时具有博弈色彩 在对寻找中式艺术观的答案留下疑问 第二件集作 母题 2019年3月完成 一尺阔一尺高 以墨水配以透明墨水和孙子作为主要媒介 没有思考上的看法 只是纯粹的集作 但之后的集作 常用这种手法和物料 加到去集作里面 第三件集作 母题 2019年7月完成 一尺阔五尺长 继续用不稳定性为主题 抽走博弈色彩 改用迷宫作为主族 以加强在新水墨里寻找出路的意味 而主体内容 用自身一些信念的文字 重叠地书写而成 将重叠部分的文理转化成为迷宫 作为抽象化的画面 而书写的内容 是截录于庄子的齐密论 内容是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既以为一意 且得有言苦 既以为之一意 且得无言苦 一语言为二 二语一为三 自此以往 考力不能得 且放其凡苦 选择这段折录 是因为个人喜好 和这段文字 接近我所理解世界的想法 第四件和第五件集作 都是叫做无题 2019年8月完成 一尺阔 五尺长 同样是试验品 了解到不会发展 亦没有后续 但是它是一个有用的过程 第六件集作 无题 2019年9月完成 一尺阔 五尺长 以第三件集作 作为这一件的基础 参考了白蓝准的作品 平方巾 将作品由内容所引发的 外言思考手法 加到在里面 集作物料 以A4膠片和孙子组成 装置的时候 膠片和孙子是面对面的展示 以作出呼应A4膠片上打印的文字 文字能够清楚地阅读 文字的内容 是装子齐密论的节目 而孙子同样使用了 之前集作的手法转化成为迷工 但尽量将内容压缩 佔了张子很小的比率 而孙子的大多数空间都是空白的 而空白的孙子 代表人生的种种可能性 亦是种种的限制 因为画纸大小有限 可以放到的内容亦都有限 亦处于可不可以被阅读 和寻找到的不稳定性下 在有限的画面里寻找 同时 亦都以这个手法作为对另外一个世界 的展开和投影 第七件集作 同时称之为作品 在整个新水物创作的过程 唯一一件当时进入了自身创作系列的作品 作品题目日夜36 2019年10月完成 是混合媒体的作品 物料包括了塑胶材、墨水、孙子、灰准 和透明膠盒 作品是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 是一个立体的透明塑胶盒 里面放了灰准 是燃烧第四件集作时所得的 早期的切入点是作品的存有 由作品的本质 和创作的经验作出思考 两者之间有没有轻重置分 和处于什么关系 到底在作品本身的存在重要 还是创作过程的经验重要 对于这个问题 就是透过这个创作过程 而获得的一个说明 原本这份集作 没有刻意纳入自己的创作系列 而是集作完成之后的反思 和自身创作的其中一条支线 有所连接而作出的决定 最后才会将这一件作品 加到日夜系列 而这件作品 在整个新水蜜学习总结之前 都是唯一一件 和自己本身创作有关联的作品 而跟着说的是日夜36的Arter Statement 本作品是按其发展线内所发展的作品 当时思考有关作品的存有 是如何自处 并用一种人工保存的手法 同时也都思考作品的价值 不止限于它的存在 而本作品就是延续这一种思考 并且进入作品的生成 在创作的经验和经历大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 以及不会因为作品的形态改变或消失 而失去这些经验 第八件作 无题 2019年12月完成 一尺阔 五尺长 以第六件作作为基础 本习作进行的就是对世界可以如何展开进行探讨 第六件的习作里面出现了很大的限制 单单以画面的内容不足以去讲更多的内容 在反复思考之后 如何才可以连接到更大的可能性 网上就是那一刻的答案 而以维码就是作为伸延的工具 能够展开的世界更大 虽然是限制 也都是无限 作品在两者之间游走 首先 以维码是具有实际的用途 可以进入到不者网站的自我介绍部分 用意是来到新水蜜的世界 想说什么就是自我介绍 初到季境应该先进行自我介绍 第九件习作 无题 2020年1月完成 一尺阔 五尺长 用第八件习作为基础 继续第八件习作的发展 尝试加入具象的情感内容 作为另外一种导入 但是效果不理想 令到作品更加不清晰 所以之后的习作都不再引入相关的内容 但是 不完整的画纸 作为画面上说明限制的部分 这一点似乎在画面上提供了不错的效果和意思 不完整的画纸 令到可以想象的空间增加 有无限和有限之间的一个切入点 这一点可以在往后的需要而增减 而在习作中间的二维码 同样具有实际的用途 在第八件习作的二维码 是自我介绍之后 在第九件习作的二维码 是可以进入到不者的作品介绍的网页 第十件和第十一件习作 名为他平和己平 2020年3月完成 两件习作同样都是一尺阔五尺长 两张一组 虽然都是以之前的习作为基础 但是画面是经过重新整合的 只是概念上的承接 大过画面上的连接 而概念上的承接 不单是指画面的内容和二维码的内容 而今次的画面上和二维码上 在两者之间都存有连接 是由单向式和复合式的出发 第十件习作里面展示了 我对艺术生态之间的关系的思考模式 单向式是指外在世界提供的内容 因为接收对象是自己 所以画面上的指向是向心 连接的二维码同样是具有实际的用途 是有关评论笔者作品的文章 而画面上向心的线条 是指单向感由外在指向作品 第十一件习作 和第十件习作是相反的 是内在复合式地形成的 是自己对外在世界的内容有不同的观点 观点和观点之间的相处 可以是和平的、对抗的、独立的、吞逝的、并存的、合成的等等 而这个二维码是可以进入到 笔者评论这个艺术生态和不同艺评的文章 以上的说明是将2018年6月至2020年8月期间 对新水蜜的习作作出概念和创作上的说明 在这个回顾后 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就自然出现 就是在新水蜜的习作之下 对自身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上一集是新水蜜游的第六章前篇 这集就继续新水蜜游第六章的后篇 第十二件习作名为《新水蜜游的罪》 2020年10月完成 以书的形式展示 阔10厘米、高15厘米、厚0.5厘米 在之前的习作10和习作11之后 出现了两个思想上的分支问题 第一个是画面上的处理 能不能将内容和二维码指向的内容连接 第二点是 以为码的内容意义如果独立于第一点 应该用什么形态来存在 而习作12就是回应第二点 在习作12的表象上 所见到的是以孙子所做 书形形态这样存在 但没有文字来说明内容上的存在 而封面上只有一个以为码 以为码具有实际功能 但不论二维码是否有实际用途 都在说明是另一种展开 同时 观者能不能阅读到并不重要 是因为 二维码是用于自身在内容上的思考 它的内容应该以自身和生水物上面 具有连接和意义上的关系 所以在二维码内容上的处理 暂时想到的是 连接到正在书写中的文章 《生水物油》是有关这几年来 在生水物的学习 以至种种观点 没有什么的内容 比这个经历更具有象征意义 在落笔的时间 这个二维码 只是去到一个将来用来放这篇文的空间 现阶段未有实际用途 亦都视乎之后的发展 才决定到用什么形式来存在 而第一点在画面上的处理问题 就会留在下一件习作里面回应 第十三件习作 叫做《生水物油的罪2》 2020年11月完成 13.5寸阔 14寸长 本习作 会理解为过渡性关节 试验习作里面 不同形态的可能性 以至对习作外在内容性 较强连结的尝试 之前的内容 或者形态 由水墨 画作 书本 以维码 网页 以至到另一篇文章 浅谈顺理术 毕业剪作品的本质里面 作出了不同的思考等等 就是为了作出更多可能性的尝试 而画面里面的二维码 是一个可以去到的网站 当时网站的内容 是《生水物油》目录的初形 由于文章还未完成 所以只有目录 即是与本文现在的目录相同 进行的内容 是围绕《生水物》的学习过程 经历 经验 分享 和分析等等 作为成篇文的结构 第十四件集作 叫做《生水物油的罪》3 2020年12月完成 28寸阔 56寸长 背后的内容 和第十一件集作画面上的概念连接 用画面内容来说 千丝万流的内在关系 概念上是类似自身创作日夜系列 里面所用到的意义网络相若 但只限于类似意义网络 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只能够说 在概念上和意义网络相若 而使用方式上是不同 不论是画面内容 和画面外在 都和这个概念只是相连 在画面上 以《线》来说明 思考上错综复杂的关系 既是全部 亦是部分 说明是新水墨考察的全部 亦是自身在艺术观上尋找的部分 而本集作在画面上 提供了对空间运用的外在限制 纸上对接的接行和破损 就是因为可用的空间有限 以至纸上出现了对接的痕迹 甚至只将上的破损 亦因为这些限制而出现 这些限制 在意义上是需要展示 而不是收藏起来 同时 亦展现了 内在的概念上面 即是本文 新水墨油中 所指不可能存知的限制 第十五件集作 以日夜三十六为基础 即是第七件集作 当时用火来燃烧作品 得到灰准 在这个状态下 反思创作的经验 和作品的存在之间 的关系和重要性 当时所得 作品的生成 是创作的经验 和经历大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 并不会因为作品的形态 改变或消失而失去创作经验 而第十五件集作 和第七件集作 比较而言 更进一步地反思 对于创作者而言 创作经验的整体 和作品的整体之间 它们重要性的对比 在这一点上的分辨 必然是创作经验的整体 比作品的整体重要 同时创作经验 是独立于作品的存在 而且创作经验 已经包含了对作品的反思 因为创作经验的整体 已经包含了作品的整体 而这件作品 更完整地将这个反思的过程 用更极端的手法来展现出来 以完整性而言 将整个在新水墨学集的 关键性集作 进行了一次性的 和毁灭性的展现 就是将这三年间 整个系列的关键性集作 进行一次过的销毁 不一定要用火来销毁 手法仍在处理 以最后展出的形态为准 但不论用什么的手法 都会用毁灭性的方法 表达手法 就是要带出这个转列点的核心 同时用作品的表象 确实地去讲明 这种关系存在的可能性 亦用这种毁灭式的方式 坚实地去讲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就是创作经验的整体 必然比作品的整体重要 第十六件集作 以整个课程的知识 和经验作为基础 综合了上述两年多 接近三年的经验和内容 得出了本文才是整个新水物创作中 最重要的过程和证明 之前外在试验的创作 不论是以书、论文、网页、以为码 任何媒体等等 都是这个过程的载体 或者是一种通道的可能 而内在对于新水物的经验和经历 都视之为自身重要的内在内容 而第十六件集作 更加引证了第十五件集作里面所指 创作经验的整体 比作品的整体为之重要 即是本文所说的说明对于创作者而言 比过往所有集作的整体经验更为重要 在作品的生成和反思之后 存在意义某程度上已经完成 而这两件集作的经验和经历 亦成为了重要的思考工具 最后 作为内在内容的附属品 但作品的表象元素是能够被阅读的 是集中这样去说明 笔者这一个观念的执着 至于作品内容能不能够被阅读 是不是适合的状态 都是经过考虑的 可以在另外一篇文章 《浅谈顺艺术》 《毕业展作品的本质》里面找到 笔者的观点 大意是说 作品经过思考和选取 并能够展现学习成果 就是合适的毕业展作品 其他的内容 本文不多说 因为其中一半就是本文 而另外一部分 就留给观者在展场里面慢慢去阅读 去到《伸水物油》的最后一集 包括了第七章和第八章 而第八章也是整个《伸水物油》的总结 第七章 两年半后回顾 《伸水物》创作与自身创作可有连接》 本文在有时限性的讨论 到这里都应该停下来 这是总结之前的最后一个章节 主题也由自身和伸水物的关系中抽离 回到有关伸水物和创作之间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回应三个我所关心的事项 问题一 在伸水物下的创作和自身的创作手法 有什么分别? 回应基本上是没有的 首先 在《伸水物》的创作都视之为集作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都是手法的练习大过创作 只有个别的作品视之为创作 而这个创作过程 和自身创作一样 都是以概念先行 手法是配合概念而选择 或者是回顾之后决定 进一步分析 过程都是行当代艺术的概念 手法只是众多选择的其中一样 再者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分别之心 就会再次跌入自己设置的陷阱里面 详细可以看回第四章 《中式艺术观》过一节 详细可以看回第四章 《中式艺术观》过一节 在手法上 已经将新水物的知识 加入到创作的工具列里面 以工具性这样存在 就好像十几年前的自我介绍一样 借视擅长以不同的媒介 表达其概念 包括装置、摄影等 只要创作上的情况需要 新水物将会是其中一种 表达概念的媒介 问题三 如何与自身的创作连接上 在个别的习作上 已经连接到概念性创作 提供了多一个创作上的可能性 正在这里思考概念 和媒介连接的部分 正如之前所说的工具性存在 在合适的情况下 使用合适的工具 而且在过往获得创作手法的经验 都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 不需要有分别的用意 在手法上面 就好像上文这样说 用工具性这样存在 而且已经尝试用在正在创作的概念 意义网络之上 并提供了感性的表达工具 即是手法已经提供了实际的用途 并且融入创作里面 这点就是自身创作上的连接 但需要更多的解读 而意义网络一次 就在另一篇文章 《日夜29.1的作品解说》里面 有更多的解释 第八章 总结生水物由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生水物由 最后用生水物作为总结的方向 总结的方向一共有两个 一是为生水物留下一个说法 二是为生水物的创作填写一个说明 正如上文所说 生水物是没有一种合意的定义 也没有一种指标性的内容存在 这样 就在这种生水物的状态之下 用历史背景 来为生水物在意义上留下一个说法 生水物的出现 是为了在传统的水物之下 尋找突破点 但是在尋找到突破点之后的发展 生水物其实已经走到当代艺术 也都超越了生水物在初期所出现的概念 那生水物一词的存在意义 就已经完全不同 现在的生水物所追求的 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生水物所追求 所进行的内容 因为生水物一词在原初的出现 所指的就是突破精神 但是现在的生水物已经超越 并多过当初所追求的突破 但是生水物一词仍然用到现在 是因为生水物没有合意的定义 或者是进一步的说明 当时生水物的突破精神 在现今的生水物里面已经出现了变化 但是现今的生水物 确实是已经超越了当时的生水物 单单追求突破的概念 而这个现今的生水物 就是指当代艺术下的水物范畴 这样 生水物的定位 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说明呢 或者是不再拘离于生水物这个名相之下 那就需要进入新一轮的讨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生水物一词就需要给予一个新的意义 或者是更多的说明 如果对生水物的理解 没有再给予新的意义 这样生水物一词就可以作出 自我理解下的最后说明 就是生水物的存在 是以一种艺术运动的形态存在 以及留下了协助传统水物 过渡至当代艺术的历史任务 已经完成的注脚 第二点 是为生水物的创作填写一个说明 简单直接 先不用生水物这个名相作为前提 而只是以创作为前提 创作之下是没有分别之心 即是指没有任何限制 也不需要在意叫做什么 生水物只是一个名相 只需要在乎是否活在创作里面 是否在进行创作 创作的说明只有一个 就是有没有真诚地实行 由爱在世界展现出心灵的外言 而这个就是我对创作的说明 而最后 本文是整理了这三年 在生水物里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 而得到的阶段性结论 同时也明白和同意 所述的内容未必能包含所有观点 当接收到根据说服力的论点的时候 以上的论述是有可能出现修正 甚至会接纳该论点作为本文在观点上的部分修正 但最后也都必须明白 现在不是追求全知 而是追求一种具有自我说服力的说明 正如庄子在养生主里面所说 吾生也有癌 而知也无癌 以有癌随无癌 抬耳 全文完 有关参考书目的内容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可以在下面看看 多谢听到来到这里 声音导航新水物游的全文 来到这里就已经完成 一共有六集 六集的连结和全文的原文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有兴趣的可以听和看 下一集开始会讲另外一个顺利述的话题 刚听又有兴趣的话请订阅这个频道 好 拜拜